为什么他们一直都在商议着 要来去抵挡耶和华呢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汉德尔的弥赛亚》第四十首 这首是南低音的独唱 外邦为何争闹 经文是这么说的 十篇第二篇一到二节 外邦为什么争闹 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这首乐曲 《汉德尔》写得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也特别的有意思 在这首乐曲里面呢 他用了非常密集的弦乐十六分的音符 十六分音符我们知道在弦乐的插旋当中呢 它是有许多许多的音响效果的产生 尤其是弦乐五步 第一小提琴 第二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跟第一大提琴 在分别不同的音形上面 三度六度 奇奏上面 可以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汉德尔》呢 他用了和声不同的进行 所以在上行爬升的音间当中 可以看得到纷扰的扩张 他特别安排了南低音独唱 那这个独唱呢 等于算是一个宣誓 那也可以算是一种赤鹤 可以告诉世人 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到处都是在纷纷扰扰呢 为什么他们一直都在商议着 要来去抵挡耶和华呢 所以南低音安排在这个地方呢 他是非常有他的戏剧效果在里面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 在音乐里面 他分成两段 前段跟后段 但是在音乐的大小声里面呢 《汉德尔》并没有特别的注记 我们知道在巴洛克时期呢 他是不太会去注记这些表情记号的 但是从音乐的声响效果里面 我们知道上行音阶 就会有一个渐强 下行音阶呢 就是一个渐弱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群的来 人群的去 然后呢 这个南低音呢 在赤鹤一些事情 或是在描述一些事情 从这首音乐里面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 一些无知的世人 他们所听到一些 可能是虚妄的话 或者是一些传言 但是呢 大家纷纷扰扰 没有一个智者 在临到他们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事情 是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人 也应该要好好地思考呢 从圣经的话语来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信上帝所说的话 在圣经里面 去寻求那更高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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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